澎湃新闻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龙 我是龙马精神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杨紫 龙虎无事 Never Say No 我家都开了两百万了 还都不买 看来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吧 龙马精神 龙龙再天 我不能站太久 小便也不能小 小久了也疼 除拐杖 导演来那个时候 我还除了拐杖 完了之后 他很快就开拍了 我在想他开拍的时候 我除拐杖去现场 那我就 这意思就是 我有伤 我不能打 就给他会很大的压力 我怎么办 再打一次吧 又去医院 膝盖也好 腰椎 这边是 就是打 打封闭 这是最后一次 不能再打 不管 我拍戏什么都不管 只要机器一开 我可以把命都豁出去的人 这个剧本除了是讲我自己 也是向全世界的武航 史丹曼特级人致敬的 而且里面有很多是真正 以前我曾经发现过的故事 很多经历默默在我眼前 太多flashband 而且这个很特别 有讲妇女情 还有讲马的 这整个故事不是很单调的 只是讲龙虎虎虎虎 是整一个很完整 一个很好的剧本 当你想的时候 人已经开机 一开机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我在那个警察故事 跳下来一看 七层楼啊姐姐 什么都没有啊 我会不会死 可能会 开机 就出去了 就是要这样子 为什么我那个A计划 跳了七天没跳下来 我就吊在上面 我吊在上面一看 这个帐篷是这样子 我要这么下来呢 还是要往前抽一点呢 屁股刚刚在那个 那个凉棚的中间 那如果抽过了 我一撞 我脚会断 那我如果不抽呢 我撞头 头会断 这个怎么 开机 啊 就下来了 就这样子 我是看着成龙大哥的电影 也是看着香港八九十年代的 最黄金气的一些动作片 长大的动作片迷 那小的时候呢 就觉得龙虎武师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龙虎武师这个词 我只是觉得电影里的那些 表演特技的那些 武打的演员们 就跟不会死不怕死的怪物一样 因为做那么恐怖的动作 然后做那么不可思议的动作之后 竟然没有事情 但是长大之后 会发现他怎么可能没有事情 只不过他没有因为失败 没有因为伤痛 而放弃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既然能在电影里看到 说明他们就从来没有放弃过 那后来自己进入影视之后的 这种从业人员之后 自己也开始拍电影了 然后开始知道为了一个镜头 怎么样去保护那个镜头的时候 突然我意识到 这帮龙虎武师其实是 就是最极致的一种电影人 那种电影人精神 他们其实所做的事情 就是在保护那一个镜头 所以从他们身上 就是看到了 真正的属于那种 可以为电影拼命的那种精神 而他们的这个拼命 真的是字面上的意思 是拿命去拼出来的 太大挑战了 我们电影圈 有一句话叫小孩 小孩与狗 马跟教头是不能拍的 小孩说睡就睡 狗怎么会听你话 马跟巨无霸一样 他在那边 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他要走就走 太难了 但是要拍这种戏 要有耐心 还有爱心 花得起钱 去拍一个镜头 你短短的拍一个镜头 太难了 这个马要走就走 跟你讲讲话 突然间那边有个声音 他就会怕 导演是之前挑了马之后 就找训马师 一直就训他 完了之后 我自己每天在片场 跟他靠近 喂他 跟他讲话 而且 有马在现场 你就会跟工作人讲 慢 没有 不要大声 拿灯在面前经过 要慢慢地给他看见 规矩要 但是动作已经不需要 动作有很多东西 去辅助他们 就是 有这种东西 为什么你要去拼 拿命去拼呢 但是如果要拼的时候 也会去拼 摔桌子 摔玻璃 还是很多真的 但是能辅助他们的 都要辅助他们 就不像我们当年 你知道那个 没人管你的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辅助 十几个兄弟 去帮一个兄弟 完成一个危险动作 你翻查我几十年前 我已经是要拍一些 爱果情怀 代表中国人闯出去的电影 跟上就有这种思想 就 当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 就写一些爱果情怀的 那个 包括 你看A计划 十几出马 我就拍这种东西 而是 一直 久而久之 变得我就是 我要把我中国文化带出去 我要人家知道我 我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 他永远就说 You're Japanese 我说No I'm Chinese 那我就 我要怎么样给人家知道我是中国人 穿塘装啊 那我就不开始穿塘装吗 到哪里 我就穿塘装 一看人家就 Oh Chinese From China Hong Kong 就这样子 坚持住 现在我 把我们的中国 功夫 中国文化 中国衣服 就 我希望把我们所有 所有中国的东西 都推广出去 不管是菜 酒 衣服 我都要 介绍出去 你 谢谢观看